BGM 不要走木论 木论皇子不厉害 缺伤害 走输出 就是我这一招 看好这把就行了 看好这把怎么操作 这把三路都有空 挺好发挥的 未来演唱会开始 你别说我还真想去看一次 看他现场发挥挺稳定的 早年的时候是这样 现在不知道 应该不会鳄鱼打不过船长吧 这鳄鱼怎么被船长疯狂耗血呢 战斧那一套的话 还是只能当工具 不好c之主要是 想c的话还是得走穿甲 不过出双吃路可以变 莉莉亚没了 怎么可以老后搞她 他没学果子的 等我到等我到 AW W红度W W死了 他现在三级了 直接裹断一点 W他就没了 莉莉亚还好这波没软 赶紧赚 这个点的话很厚的 是有点容易赚的 这波打一个反轮感觉我们两个就炸了 看他踢不踢下来 黑黑军训 黑军训 来来来 黑军训 他吃鬼无解 这一臭 这让他没有用的你知道吧 不管他解不解都得死 过来别怕我可以杀 怕什么的 小心把他冲死了 直接一波这一波上野直接炸了对不对 回家了 这船长这英雄前期很吃发育的 这样连断了他两波直接给他军训一下 给个强弩的 他为什么二断意不开呢 把我害死了兄弟 这波给莉莉亚剪了两个头这样 这个中路有点失误 他意都开了 二断意再给一下就好了 他直接往后走了 这个意的话就意不到人了这样 反正这个英雄比较好抓 一般都是扛压的 挺喜欢抓这个英雄的 这英雄太吃熟练度了 所以一般人玩不好 所以你就很好抓他 你看他这个二断草都没连 连起来 吃果子在一起吃死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抓他的原因 他连不好了 二断药也能打 知道吧 他又失误了 我在上路越坦哪有 哎呀 这个人又要丢锅很头疼 自己操作又不行 脾气又大 只要你不帮他 你帮别的路 就等于没有做事情 这波不打红 打红的话对面要来救这个船长 这应该有场 那把闪按了 刚才有点迷路了 这波鳄鱼满血 哦呦应该能打 别打爆破 留一个留一个 别别 你别 哎 过一的话可以再拆个二塔 这个爆破加个先锋 刚好可以把塔推了 我来了 我来了 左右包夹一下 这有眼 别接 这时候再拆 一触一触 把他抬起来 可以 起飞了 这个星石没必要买 把叶伦买了再买星星石 或者最后再给他改了 铁丝鞭留在身上挺香的 这套出装是走出最合理的 不然你伤害太低了 刷野也棒 一定要有铁丝鞭在 扩住一下就完了 来 你脸上 一滴过来 先退 他们有 二 我为他没有大 这个还是有 我先二五稳一点 太厉害了 不要EQ 二一速太快了 我等于四个人在了 船长还撒了一个大招 每大的船船长都杀不了 那鳄鱼还不如来团 我觉得他来团好一点 鳄鱼中期挺厉害的 拖到后期他就没什么用了 因为这个英雄对线能力蛮强的 前级一般来讲都能拉优势 特别打野的帮助之下 他就给他拉优势 他就给他拉优势 这也能拉道弓 人都死了 道弓还能出得来 太假了 他的道弓有点快 拉了两次 这个AD挺细的 他是不是交赏 我没注意 主要我没想到他第二个E又好了 有点快 这也能打完 我想升一级多一个大 这个鱼别带了吧 他五分钟连个二塔都没推掉 这边还有支援这样子 我得跟他讲一下 他这么带没有意义啊 大仗生于天地间 岂能玉玉九居人像 其实最好的节奏就是 打野帮线上 线上再带动别的线 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情况 上达你来团 打一个鼓鼓好了 你看这最好图档杀了的话就够了 我给他加血加起来 可以过度完毕 来个重伤吧 他这个盾弓尊斧子奶妈加负戏回血有点多 不知道他在打F6 砍到一圈逮他 这把不脱好 这把的话我们后期 感觉不是很强 强的这个点他不会玩 这把的话加快一下节奏就好 这中路要是会玩的话 就不用打得这么赶 有点上头了 有点上头了 他没看到我开扫描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要买暗影破剑 再带个扫描 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我们的EQ的命中率 不要被对方看到的时候EQ是最好重的 被看到你就不好中了 这边多核阵容我最怕的就是碰到这种阵容 队友不会玩的时候 队友不会玩的时候 对面多核很难倒 来团 队友不能带不能带 他一定不能带 他一定要来团 没能吃伤害这样子 先打控不然团根本就赢不了 他闹了一大圈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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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现在过来的话 他又一个去打几个 这怎么可能能赢呢 大人不可能能赢了呀 他还说 让这个船长发育 你自己跟他对着发育的呀 你来团不就行了吗 他带你也带 你自己让他发育的 打峡谷为什么要我去呢 我都把你打这么大的优势了 你跟他人家队的发育 拆拆半天才拆了一座恶塔 不知道他还以为他这把在C的 这种人打得很烦 田杰帮他拉了 对位经济起码多了一千多块钱 他打不穿一个船长 我有什么办法 这个打野现在什么锅都要背 帮你起来 也要背 哎呀就很恶心 你看他又去带去了 他等TP怎么可能能等呢 他不能 别打字 来团 有打字的功夫 你还不如想一下怎么赢呢 他当我又是一个打完团 你看这个船长 他自己都会来跟团的 你又要去带 妈的四个人等一个鳄鱼带线 我吐了 等接下来游戏就结束了 知道吧 对面这个多颗阵容没前排 我们后排一下就蒸发掉了 他必须第一时间在吃伤害才可以 你看他就是不剃 待会被开了 他又要BB了 很烦这种 这能比这个中路还恶心 哎呀 我很恶心这种人 你知道吧 你还只能等他 你还不能打 我没血了 我没血了 啊 这样 他 他在干嘛呢 塔又拆不掉 气啊 这波莉莉亚没大的呀 我有点不想玩的 这样子 这个游戏玩的没意思 这样 这个人在搞人心态 你知道吧 你玩个鳄鱼 为什么要带呢 我都感觉这个人是不是故意来恶心的 他自己当代跟船长发育 说我们让他发育 这套塔可以偷袭了 他带没有问题 过去他没带什么作用 你知道吧 他带了20分钟就拆了两座恶塔 他带了整整20分钟 你能知道吗 而且还是在帮他拉了一千多经济的情况下 还是得靠自己才可以 他连一次单吃都没有 他带了半天 地下他又气过了 他在干嘛这个人 他在卡冰线这样 一刀给他秒了 不要杀勇 先杀这四个人 这有趣 前都没血 怎么敢过来 你是觉得我打不过你还是什么的 买个蓝多就嚣张 这波我们人又多了 这每波团我都能先秒一个 不然的话感觉这个团都很难打 直接来 直接来 杀两个了 我杀三个了 再把药是出半肉就没戏了 可以 我杀三个人 不知道他要闪着拉叨 我都已经预探了 我杀五个了 不需要你 知道吧 我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 菜的离谱他 点了节目效果 算了吧 这个号都钻石了 没必要因为一个队友 搞另外两个队友 对吧 这个鱼是真的恶心 你们知道吗 这个人 这把子解的就是 龙夫与蛇的翻版 我把他拿了这么大 天大的优势 他一直带 说我们给船长发育 我吐了 我看着我 这个人真是个憨批他 他是今天第一把打的排位的 这些都是打灵活的 一般来讲 你这个鳄鱼队友 随便把你挤波 你就线上打穿了 而且还是打一个船长的 直接下一把 等下没点关系 都可以点一下 下次想看就不会找不到了